女生月薪來的時候 為什麼要說大姨媽來了 A 民間故事 B 曲諧音 姨 來了 C 姨媽愛穿紅袍 我覺得就是最簡單啊 姨 來了 確定... 確定... 姨 來了 請說定 民間故事是什麼意思啊 是細說台灣裡面演過的嗎 民間故事 如果是A的話 我真的想要打那個出題的人 我們以前是開玩笑說 為什麼叫... 為什麼是姨媽 姑媽 舅媽不是 對啊 因為以前第一次是 姨 來了 媽 是這樣子 對啊 對... 姨 媽 對啊 沒有人是這樣 姑 媽 沒有... 出一點 沒有 最直接啊 姨 來了 可是我現在應該會 可是我現在應該會 哇 來了 好 來 請揭曉 這什麼民間故事啊 我就覺得沒有 你不要急嘛 來 請說明一下是不是 民間故事 其實這個大姨媽的用語 真的是出自民間故事 而且還是一個滿浪漫的故事 就是在漢代末年 有一個女孩叫佳兒 很漂亮 但是是因為她父母雙亡 所以她從小就跟姨媽 住在一起 那因為她到了十六歲 春心大動愛上了一個書生 兩人常常在草叢當中優惠 每當想要清熱一下的時候 就聽到姨媽的腳步聲走過來 她就會說 我大姨媽來了 我們要先暫停一下 那這個久而久之呢 就是變兩個人之間的一個默契 沒有想到兩個人重要成婚了 洞房花竹夜 這個那一天 這女生剛好也來了 所以她就跟大家說 我大姨媽來了 告訴她今天不行喔 不合理... 最好是啦 英國牛津大學研究發現 有什麼特徵的女性比較聰明 A 胸部大 B 屁股大 C 小腿粗 好 來喔 我的答案是 來 屁股大 B 屁股大 請鎖定 為什麼 屁股大會神 而且... 我們在講錯了 而且很聰明 因為小腿粗一定是 運動過多了 運動員的小腿都很健壯 然後胸部大絕對不可能 因為胸大無腦 妳的講都是一些 民間的俚語 是真的啊 我妹妹胸部很大 你看她 盡量不要攻擊 我胸部就還好 你看 就比較 盡量不要攻擊不在現場 我妹妹嘛 沒關係的 請結實 她答對了 是 但是希望大家無腦 是吧 這個我們一般呢 是說想要讓 補充腦的這個養分 希望讓自己的這個頭腦 發育得更聰明 我們會說到什麼 就是要補充魚油 Omega 3 那這個是來自於 英國牛津大學的研究呢 屁股大的女生 其實在她的臀部周圍的脂肪 就會含有比較高含量的 Omega 3 所以就會比較聰明喔 根據日本的醫師指出 請問吃飽飯後怎麼躺 可以幫助瘦身 A 左側躺 B 右側躺 C 大字形躺 日本專研究一些奇怪的事情 快點喔 時間再走 2分05秒 快點喔 A 左側躺 B 右 大字躺是不可能的 因為通常大棒子都是大字躺 所以 B B 右側躺 請鎖定 右側 右側躺 對 右側躺 請舉手 右側 對 好 對了 為什麼是右側躺呢 來 請說明一下 桑華 這是日本消化內科醫師 他們的研究發現 我們在人體進食之後呢 血液會從我們的胃跟腸 逐漸流向肝臟 那麼熱量就會儲存在肝臟 但是這個時候喔 如果呢 你能夠往右側躺 把本來就在這個右側的肝臟 壓在你身體的下方 這時候呢就可以幫助肝臟去激活它 就會消耗熱量 因此這樣的方式可以達到減肥的效果 不過建議大家最好大概躺個十五分鐘左右就好 女性上完廁所後 衛生紙怎麼擦 才不會滋生細菌 能夠降低膀胱發炎的機率 A 從前往後擦 B 由後往前擦 C 輕壓尿道口 快 A 從前往後 你是... 等一下 快... C 輕壓尿道口 是不是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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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鎖定 我沒有想到這個送分題 妳選擇這個 送分題耶 妳知道為什麼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妳會答錯 不是 因為呢 我曾經去上過某個節目 那個節目有說過 要從前往後擦 但我個人不認為是從前往後擦 因為我覺得從前往後擦 還是會有細菌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輕輕的 在那個部位直接擦就好了 奇怪 妳們後面有別的答案嗎 大家不是都說 從後面往前擦嗎 怎麼可能從後面往前擦 這是豬啊 一定要記得這個表情 一定要記得你說的表情 菁菁姐覺得答案什麼 我覺得可能跟她一樣 輕壓 輕壓尿道口 絕對不可能是B 一定是A或C 但是我覺得A也不對 對 因為從前往後 很少這個姿勢是很奇怪的 妳想想看女生 妳這樣坐下來 妳要從後面 妳這樣 妳這樣很奇怪嘛 所以妳一定是輕壓而已 好... 對 我很想想看 OK 來 起 起手 好難喔 天啊 我就跟你說了 其實女生容易會罹患膀胱炎 主要的原因呢 都跟尿道短有關係 那麼我們剛剛提到的 由前往後或是由後往前 其實都是容易發炎的一個狀況 因為呢你由後往前 容易把肛門啊 這邊的糞便啊 細菌啊 往前帶到尿道 但是你由前往後擦 也容易造成衛生紙的止屑 殘留在下體 所以比較好的方式呢 就是輕壓 因為這樣子呢 輕壓個五到十秒 可以輕輕吸取尿液 但是又不容易滋生喜劇 請問女生最好 不要在什麼時候化妝 否則會傷害皮膚 A 剛睡醒就化妝 B 洗完澡就化妝 C 在捷運上化妝 我的答案是B 是嗎 B 請鎖定 洗完澡就化妝 其實滿傷皮膚的 對 概念是什麼 為什麼這麼做 我猜是因為洗完澡 毛孔都打開 就熱水 毛孔都打開 所以如果你馬上化妝 可能會比較容易吃進 比較多 就是 堵塞毛孔 對 我猜啊 怕那些化妝品太深入 對 請揭曉 非常微微說了 就洗完澡之後呢 因為熱脹冷縮的關係 你的皮膚的毛孔都打開了 所以這時候你化妝 這些化學物質 反而更容易吸收到 你的皮膚裡頭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你洗完澡之後 急著要化妝 至少也要等 一個小時再化 會比較好 身材豐滿的 曾美女擁有奧人的 三四一罩杯 請問 胸罩尺寸當中的 數字代表什麼 A 上胸圍 B 下胸圍 C 上下胸圍之差 我的答案是B B 下胸圍 請鎖定 下胸圍才是數字 我到今天才知道 來 請揭曉 請問 請問 請問日本藝劑 為了要保養皮膚 會拿什麼東西來敷臉呢 A 貓咪的口水 B 魚皮 C 鳥大便 好吧 那我先鎖定B好了 B 魚皮 鎖定 魚皮打到這邊 B 這樣 不是 魚皮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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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 是 而且呢 還是 夜鷹的大便 那其實呢 這個夜鷹的大便裡頭呢 它是有天然美的功效 那這個天然美呢 可以幫助我們 代謝掉我們皮膚的這個 壞死啊 老的這個角質跟細胞 所以因此呢 這個藝劑常常要化濃妝 那他們用鳥大便來敷臉的話 就可以幫助保養皮膚 題目是 青少女為了要有傲人的身材 常會吃青木瓜 請問吃什麼 可以達到比青木瓜 更好的效果 漂亮 我的答案是紫色山藥 請鎖定 鎖定 為什麼是 這麼有把握的紫色山藥 因為其實紅色的食物 本來就非常的補血 那山藥本身呢 它就是對女生的這個復刻 是很好 很好的一個食材 有提到山藥是 它的荷爾蒙含量很高 對 然後又是所謂的白蛋白 對不對 其實 又很故味 你可以不要花那麼多時間解釋 我們進下一題 你剛剛有接到家裡電話的 趕時間 我想說 直接進到節目的高潮這樣 等一下沒有高潮就完 高潮就是拜拜 你聽到了 你的高潮就是拜拜 對 沒禮貌 來 準備請揭曉 請 來 對 我們一般想到要豐盛很多人 都會喝什麼青木瓜 食物飲食青木瓜 那其實呢 青木瓜 山藥跟豆漿 它們都是類磁性激素的食物 所以它可以幫助促進荷爾蒙 那也可以幫助我們的乳腺發育 但是呢 比起青木瓜 山藥 它有更高含量的蛋白質 再加上呢 其實呢 它是有這個碳水化合物在裡頭 所以是有助於豐胸的 皮膚質 敷美白面膜可以保養皮膚 請問什麼時候敷美白面膜 可能反而會讓你的臉變黑呢 A 泡澡時 B 白天出門前 C 半夜看電視時 快 我的答案是 B 白天出門前請鎖定 妳很確定的 非常確定 因為那個美白面膜 它很容易反黑 所以如果你是白天出門前鎖 然後你再去接觸那個太陽的話 你就會反黑還是反黑 應該 就這麼簡單 請接下來 好 美白面膜呢 最好是在晚上的時候敷 因為這裡頭呢 很有 含有這種比較光明的成分 所以容易吸光 白天敷的話呢 可能會讓你越來越黑喔 那最好的這個敷面膜的時機呢 其實是在洗澡的時候 中間你一邊洗澡 一邊可以省時間 再加上呢這個水蒸氣一上來 你的毛孔就張開了 所以因此呢 比較容易把養分給吸收進去 還有一個時機也適合喔 就是在搭飛機的時候 因為這個機艙裡頭 是有這個加壓機倉 因此呢 這個時候我們的皮膚 是比較容易缺水 容易乾燥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可以敷面膜 保持一些水分 是挺好的 但是要注意 不要嚇到隔壁的人 我的答案是A 記憶力變差 請鎖定 為什麼會記憶力變差 因為這一題 我用刪去法 因為 你不是真的知道 你是猜的 心生經歷你 小腸蠕動 對 因為 對 對什麼 因為他現在想不起以前的 對 我覺得我倒是 他記憶力變差 對 可以 想不起以前的 真的耶 真的 真的 那兩年沒吃澱粉 我真的覺得記憶力有比較差 我不知道是記憶力差還是 剛好年紀到了 你不能這樣講 還是夢多 就是 會忘的東西 真的很容易忘 請 恭喜答對 好厲害耶 他變差 一定有他的道理在 上話告訴我們 很多人想要減肥 都會採取斷澱粉 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其實他的做法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希望說把我們的身體裡頭 肝糖全部都代謝掉 那你已經消化完肝糖之後呢 協議中的胡椒糖濃度降低 那我們的身體沒有辦法 就只好在代謝脂肪 來消耗熱量 因此就可以變瘦 但是呢 你如果不吃澱粉 會有很大的一個壞處 就是你裡頭血糖濃度不高 那麼因此就會造成你的記憶力 沒有辦法 注意力沒辦法集中 大腦呢 就沒有辦法有很好的一個養分 因此就會造成記憶力衰退 特別是呢 即使不吃澱粉呢 你還會造成心臟病啊 或者是腎臟負擔變大 女生還容易會長痘痘 氣色不好 所以呢 不要因為減肥 而完全捨棄了澱粉 使用市面上流行的負離子吹風機 主要的功效是什麼 A 鎖住水分 B 預防打結 C 防止分岔 我的答案是鎖住水分 來 請鎖定 會不會太快 應該是吧 直接揭曉了 請 恭喜答對 負離子吹風機呢 它除了它會在你的頭髮表層呢 形成一層負離子 可以幫助鎖住水分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呢 是它可以幫助活化 我們的頭皮細胞 所以可以讓新生出來的頭髮呢 比較烏黑健康 而且也會比較光滑亮麗 鞋子款式稱什麼也會影響桃花 犯過研究 女性穿哪一種鞋款 最容易被搭訕 A 慢跑鞋 B 長靴 C 高跟鞋 漂亮耶 好難 什麼鞋子會讓你比較容易被搭訕 我的選擇是C 高跟鞋 請鎖定 高跟鞋 好難喔 來 會讓你增加被搭訕的機會 那整個鞋種 一定要把它擠下來 來 請介紹 恭喜答對 恭喜答對 非常厲害 為什麼是高跟鞋 來 上來告訴我們 根據法國西 富裂塔尼的大學研究調查呢 發現他們請出了這個 調查員他到街上穿著平底鞋 然後故意請路邊的人 幫他做問卷或者是撿東西 穿平底鞋的時候呢 通常要等到十四分鐘以上 才會有男生願意來幫忙 可是當他換上了高跟鞋 只要短短七分半 就會有人來幫忙 而且還會有男生主動來搭訕 結果看得出來 男生對於高跟鞋 還是有莫名的吸引力喔 而且這主要原因也是跟媒體 會一直塑造高跟鞋 跟性感形象有關係 就會讓男生對高跟鞋 新生向往 兩分五十秒到 十秒 什麼時候深蹲效果最好 吃完飯半小時後 B肚子餓的時候 C走上起床後 我的答案是 B肚子餓的時候 請鎖定 為什麼是肚子餓 因為你肚子餓的時候 是你整個體力 最需要的在燃燒的時候 因為你已經沒東西吃了嘛 所以就很多人說 為什麼你吃飽了做運動 把它沒效 因為你吃飽的話 你身體還有很多多餘的熱量 所以你再做再用力 都是消耗那些能量 但是當你肚子餓的時候 它是消耗你整個身體 本身的能量 對 所以那個時候 都是最有效的 銀色的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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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好感動 也知道了 也知道了吧 來 肚子餓的時候 請 我們來告訴大家一些 日本健康體力研究院 告訴大家的一些資訊 其實呢 做深蹲 是可以幫助我們人體 分泌生長激素 那生長激素呢 可以幫助我們人體 增加肌肉量 而且可以促進代謝 甚至還可以抗老化 那你在肚子餓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人體就會分泌肌餓素 會促進我們的腦下垂體 再去分泌生長激素 增加肌肉量 如果你在肚子餓的時候 再做深蹲的話呢 就可以促進它分泌 更多的生長激素 這個效果是更加加成的 下鍊哪一種食物吃了 會讓皮膚加速生成黑色素 所以想美白的人最好不要吃 A 起司 B 玉米 C 洋蔥 會有黑色素生成 是什麼呢 起司 玉米 洋蔥 快點 兩分二十二秒 A 請鎖定 第一個就不可能是玉米 不可能是玉米 洋蔥不夠格 洋蔥它的好處 就是起司了 它的好處多過於 對 這一種乳製品 是 發酵的乳製品 發酵的乳製品 容易產生黑色素 是不是 很好 第二題而已 起 接腳 我 這什麼 這是起司 來 請說明一下是怎麼回事 因為起司裡頭 含有大量的酪氨酸 那酪氨酸就會幫助黑色素形成 就容易會變黑甚至長斑 跟我們剛剛提到的芹菜不太一樣 因為芹菜當中是有西光素 它可能會西光讓你曬黑 那還有哪一些食物 都是有含有酪氨酸 大家可能要避免的呢 包括了香腸 肉鬆 酒類 巧克力 這些都是含有酪氨酸的 所以在吃的時候 也要特別小心跟注意 題目是 請問哪個生活習慣 可以有效的預防女性 長出白頭髮 A 戴帽子出門 B 早上洗頭 C 綁馬尾 生活習慣 是什麼生活習慣 可以預防長白頭髮 這我們都要學喔 我覺得白了就白了 還能預防嗎 可能早上洗頭 A 對 我也覺得 確定 A 可以鎖定 戴帽子出門 妳剛剛第一個 妳剛剛第一個先塞掉 綁馬尾 綁馬尾絕對不是 為什麼 綁馬尾只會造成頭皮 然後跟髮量變稀疏 因為它的抓緊的程度 會造成妳的頭髮的毛囊 可能會受損 那早上洗頭這件事情 我覺得跟 會不會預防白頭髮 完全沒有關係 可是A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公布 再起來 好 好 來喔 掌聲 為什麼是戴帽子出門 那為什麼 為什麼 來 上滑 這是根據日本的研究 這次頭皮 常常照射到紫外線的話 會容易長出白頭髮的 那你看我們人在外面走 其實頭皮曬到紫外線的這個 倍數是我們曬到臉上的兩倍之多 所以建議大家最好戴個帽子出門 會比較防曬 而另外剛剛我們一直提到 綁馬尾跟白頭髮沒有關係嗎 事實上是有關係的 因為你綁馬尾的時候 竖緊頭髮的時候 你的頭皮會被拉得比較鬆弛 這樣也是容易會長白頭髮的 那早上洗頭不太好的原因 是因為你把油脂洗掉了 這個保護層洗掉的話呢 這個紫外線直接在頭皮上 會比較容易破壞你的頭皮細胞 常見女生將保養品放入冰箱保存 請問哪一種保養品 是不太適合放入冰箱的 A 凝膠類的產品 B 化妝水 C 乳液 這題目好喔 很多人為了讓她的保養品 能夠使用的時間常見 都會往冰箱裡邊放 對不對 因為低溫保存 快點 好 鎖定 鎖定 快 哪一個 A 好 凝膠類產品請鎖定 下班 好 還有2分07秒 這一題像久了 對 為什麼那麼難選 因為我覺得凝膠類 我其實常常也有防 可是我怕凝膠類在冰箱裡 是不是會比較容易結成洞 對 可是因為我基本上 凝膠不是本來就是一種洞 對 可是因為我基本上 三種我都會放在冰箱裡 請接 下班 不知道 好 接下來 這乳液啊 真的不是凝膠類產品 那是什麼呢 來 不適合放到冰箱的就是C 乳液 這是根據醫美醫師的說法 其實不管是化妝水 還是凝膠類的產品 都可以放到冰箱裡頭 而且還不錯 因為如果你的皮膚晒後 它用這個冰過的保養品來用的話 反而會有一種鎮靜的效果 那乳液呢 它是因為它裡頭含有比較高的油脂 所以舉凡是乳液 乳霜類 如果放到冰箱 反而可能在經過冷藏之後 會讓它呈現一個半固態的狀況 那你擦到臉上 它不僅不均勻 而且還會有局不過有的一個現象發生 許多人習慣噴香水才出門 請問哪一種擦香水的方式 是不正確的 A 噴在空中走過去 B 噴手晚上戳開 C 噴在腳踝內側 C 噴在腳踝內側 來 快 好 兩分鐘了 剩兩分鐘了 不到了 快 A A 噴在空中走過去鎖定 怎麼會想這麼久呢 就站在這裡真的很可怕 如果刪去髮的話 噴在手腕上 這早就知道了 噴在手腕上 對不對 就是 因為那溫度比較高嘛 對 然後腳踝內側 但是我有記得 香水好像是要噴在就是 跟著 不知道是靜脈 還是哪一個脈 的流向走這樣 中央山脈 之類的 A A 對 A 我也覺得是A 也有人支持我跳 我覺得會是 我可以補充一下嗎 是因為我知道說 香水好好分前中後味 好 所以跟著你的那個 皮膚的那個體溫改變 是不是你配到在空中 好像就在衣服上 衣服沒體溫啊 那它不就是沒有味道嗎 我是這麼覺得啦 有道理 好香喔 看到沒 非常好 應該沒什麼問題 請等一下 你們講得這麼好 這不是師傅姐都這樣講的 會不會是最不可能的答案 反而是答案呢 真的假的 來 上華告訴我們這個答案 噴在手腕上搓開一次 使用香水錯誤的方式 千萬不要這麼做 我們剛剛有提到 其實噴香水呢 我們可以分成兩種做法 一個是噴霧法 就是把它從這個四十五度角 往空氣當中噴 然後你人走過去 就可以讓這個香精呢 非常均勻地 漫步在你的全身 所以你全身都會有香香的味道 但是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另外一種呢 就是你就是把這個香精 抹在你的身上 其實是可以讓體溫 把香氣帶出來 那適合抹的地方是手腕啊 腳踝啊 跟腿部 這些有體溫的地方 但是搓的這個 本身的這個動作呢 會破壞香水的結構 因此搓開是不正確的 目前追溯到 最早有記載的面膜是 埃及燕後 請問它是用什麼 來作為面膜的 A 雞蛋 請 B 泥漿 C 蜂蜜 埃及 埃及燕後 用什麼來做面膜 我猜 我的答案是C 我猜啦 蜂蜜請鎖定 我沒有想到它會乾的 而且有面膜效果的 為什麼不會是泥漿呢 因為埃及燕後 蜂王乳是從埃及燕後來的啊 他很愛用蜂王乳耶 所以我在猜它應該是會 它是吃還是 它是吃還差 不是 它雖然吃蜂王乳 我猜它應該會喜歡蜂蜜的 一系列的東西吧 他喜歡 他喜歡蜂蜜的系列產品 對 我猜它這個人應該是滿保守的 對 有沒有認為是泥漿的 沒有 蜂蜜 謝謝大家 請放下來 來 你的信眾很多 團結就是力量 好不好 來 讓我們看一下大家一起打拖的感覺 對 請揭曉 真的假的 所以這是泥漿 正確答案就是泥漿 其實這個在過去古代的時候 就已經有用泥漿來保養 來當面膜的一個方式了 那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考古學家 他們在中東死海的附近 居然發現了傳說中 埃及燕後的化妝品工廠 還有古羅馬運廠 那麼在這個廢墟當中 他們又從裡頭提煉出這個死海泥 還有一些礦物質 就是一些化妝品用的物質 你們確定嗎 你們有問過埃及燕後嗎 從人體解剖鞋的角度來看 女性要擠出事業線的藥件是什麼 A 皮膚緊實 B 皮膚夠鬆 C 醉油夠小 漂亮 對 這以路恩答對蠻厲害的 好難喔 應該是 擠出事業線 皮膚緊實吧 不要自己 不要摸 1分45秒 皮膚緊實 皮膚緊實嗎 皮膚緊實 請鎖定 是吧 不鬆怎麼弄到前面來 問題是你鬆 你的事業線擠就不好看 它就會垮下來啊 然後呢 你醉油夠少 你如果有油 你醉油夠少 如果你的油少的話 你的胸部就 也不瘋滿 對啊 所以應該是皮膚緊實 一擠出來才好看啊 你如果說事業線要好看的話 上面這邊不能夠塌下去 對啊 不能夠鬆垮是不是 對啊 整個上半球是不是 要挺 對啊 正常應該是要 這樣才好看吧 我不要比我知道 你開始有情緒的 差一點 請 記住 好瘋吧 吳士錦 那是什麼呢 來 請告訴我們上華 正確答案還真的是要 皮膚夠慫 這個是出自於整形民 林靜雲她說 其實我以解剖權的觀點來看 要擠出事業線有兩大要件 一個就是你的皮膚要夠鬆 因為鬆的話 你再好把它集中起來 而第二個呢 就是你的醉油要夠多 而所謂的醉油呢 就是在於我們的雙乳中間 內側的脂肪 那這些脂肪要多 我們才有辦法 能夠把它集中往上推高嘛 所以因此呢 這兩個是必要條件 好 原先是現在妝容中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但其實最早在哪個時期 就有人開始畫原先了 A 古希臘 B 古印度 C 古埃及 都是古耶 會不會有古天樂 沒有 古阿末 古巨雞 快喔 五十秒 快喔 B跟C 我的答案是 C 古埃及 一 請鎖定 漂亮喔 這打電子 一 二 六 六 三 六 好多 他真的擊掌 好棒喔 太棒了 打得破了... 古埃及 古埃及的人呢 會用黑色的銅氧化物 再加上杏仁 稍後碾碎 再加入一些其他的東西 混合在一起 做成可以畫眼線的東西 那其實他們除了是要去模仿 這個太陽神的形象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對他們來說更實用的原因是 畫了眼線就可以 比較容易阻隔細菌 比較不容易會發生眼疾的狀況 最新一枚腿標準 三五腿中的三指的是 身體哪個部位到膝蓋的比例 A 肚臍 B 骨盆 C 屁股微笑線 這個好難喔 妳有聽過三五腿嗎 沒有耶 哪個... 身體哪個部位到膝蓋的比例啊 我覺得應該是屁股微笑線吧 這題我完全不知道耶 肚臍 骨盆 微笑線 從哪裡 它其實都在中段耶 對啊 肚臍 骨盆 微笑線 骨盆跟屁股微笑線 剛好這三個點 同等句 對啊 快 肚臍 肚臍 請鎖定 太高了 我亂猜的 因為我覺得好難喔 因為我覺得屁股微笑線 好像有點太近了 比較短啊 對 我覺得應該是肚臍 比較遠一點 女性同胞的運動同學 妳認為 我是想微笑線 我也想微笑線 為什麼 因為就是三 然後下面五這樣子 這個比例 以整隻腿來說 整個腿的開始 從微笑線這邊開始算 從微笑線開始 這邊是三 然後膝蓋到腳底是五 如果剛剛就是 不是A就是C 這樣講 對啊 因為如果妳肚臍的話 肚臍到膝蓋一個 不小心搞不好是五比五耶 對耶 糟糕 請先講 糟糕 好 好 這是一隻屁股微笑線嗎 不是肚臍 是哪裡 是哪裡 來 上話告訴我們 根據Vogue雜誌的報導呢 三五腿指的就是 大腿跟小腿的比例 那是從這個人的側面看喔 從屁股微笑線到膝蓋 這個是三 那從膝蓋到你的腳底板 這邊是五的比例 就是所謂的三五腿 就是最美腿的標準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